我们讲了很久 第一个当然就是防御旅馆 那现在我们知道防御旅馆不够 第二个呢 集中检疫场所 结果集中检疫场所也不够 那我们准备了一年 从去年到今年 我们都知道 疫情有再次复发的可能 那结果经过了一年 现在第二波的疫情发生了 我们又同样的碰到 防御旅馆不够 集中检疫场所不够 结果最后的选择 竟然是让这些从国外回来的人 要去家里住 那家里就代表 每一个人回家里住 如果他是住在集合住宅 那每一个集合住宅社区 就成为一个最有可能 发生社区感染的地方 我们不能认同 所以我在这边建议 从中央到地方 都应该要找寻适当的场所 在台中市 我建议台中市政府 立即向国防部协商 请控出成功领这个营区 化一部分 来做与集中隔离的 这个防疫场所 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的民众 让我们的社区安心 进口岁 正imes 这样子